今天对于炎热的上海来讲是比较温柔的一天 所以趁着这样的好天气呢 我们是带小朋友去了 闽航文化公园 那我们出来以后呢 也是先看了很多的攻略啊 这么大一个公园啊 闽航文化公园 从这边的这个草宝路到北面的吴中路 从西面的新正路到外环 这样一个维和地带 整体都是闽航文化公园的地界 当然我们之前实际上是去过很多次闽航文化公园的 但是上次去这个闽航博物馆 去闽航博物馆玩的时候呢 被这个保安啊引导停车 没有停在这个海派艺术馆这边啊 没有停在闽航博物馆的这个停车场 而是让我们往前开了一点啊 开到的这个地方就是 设在这儿的好多闽航的行政机构 像绿化园林管理所啊 像这个婚姻介绍所 叫婚姻登记处是吧 这个地方楼下是有这个停车库的 开过一个小小桥 这个停车库是个免费的停车库 事实上这个地方我们到这儿去看这个闽航博物馆的时候呢 就发现了一个游船码头 游船码头恰好就在这儿 我们走过来就可以走过了 从停车场出来就到了这个游船码头 那事实上由于疫情呢 目前这个闽航文化公园的这个门呢 只能是四号门和三号门 四号门是在这个吴中路上从这儿进 还有三号门在草宝路上 这两个门啊 其实停车都不太方便 尤其三号门根本就没有停车位 实际上啊 这个四号门这边呢 还好 据说不少停车位 但是我想的这个大家都想来玩的时候 肯定是不能去的 就选择一号门这个地方 一号门的这个停车场 确实是停车位比较多 停了以后呢 就不能够步行去三号门或四号门呢 就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游船码头 沉船 哎我们就沉船进去了 沉船玩了一圈 然后从这边又兜回来 所以遗憾的就是 恰恰遗憾的就是 这个位置叫水花园 水花园这儿的这个 本来是来看睡莲的 基本上就没怎么看到什么莲花 而恰恰水花园这个地方的这个 年花是非常多非常棒的 而这个地方呢 没有很遗憾 没有 没有能够乘船到达 所以这也是一件 令人遗憾的事情 希望这个项目呢 能够改善一下 因为本身在这里面游船啊 在这里面走 确实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啊 期待着能够坐游 游艇这个电动船呢 能够到达水花园 能够在水面上看睡莲 点击 勇者 勇者 感谢观看